神是一个尊贵的神 他讲尊贵的神 尊贵的神 因为他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 不是普通的宝座 是高高坐在宝座上 他是尊贵荣耀的主 如果我们看见的 不过是一个很卑微的神 而不是一个荣耀的神 那么我们的侍奉神 就会觉得很羞耻 你很马路啊 你不敢讲你是侍奉神的啊 你是记得图吗 不是老师礼拜天没有事情做 去家会而已啊 你是记得图啊 为什么你没有请我去你的家会了 因为我马路讲 我们的主是一个尊贵荣耀 高高坐在宝座上 我们今天请不同朋友 不是朋友不愿意来 是我们不能够让他知道 你的神有多为他 你的神有多荣耀 我在这个期间 我不断地找新人 不断地去接触新人 不断地影响人 因为我不 不以福音为止 我不以神为止 我愿意跟人家分享 我愿意跟走进黑山的家庭 他的爸爸妈妈 整个家庭都没有信念 我跟他传福音 我也看到他走进教会的可能性 已经进来了 不只是在23号 导书他也来了了 一家人 所以我不断地去走 愿意 我深深地知道 我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 在人 不管他什么人 有钱人没有钱人男女人小孩 都要认识这个尊贵的神 你的神命怎么样 你是否有没有 看到这个高高 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 然后将你的生命去跟他分享 除非新打跟点堂的基督 相信 侍奉神是尊贵的 是自得的 否则你将不把 把福音带到权宾城 新港人的基督 应该感觉被神物招 是何等大的荣耀